今天我们的《祝梦一带一路》系列 为您介绍一位驻守在一国他乡的山东汉子 视线转向印尼 画面上这位正在整理零部件的男士 他叫林中卫 是山东青岛恒顺众生集团的一名仓库保管员 去年三月林中卫来到印尼参与建设工业园区 可是刚来不到半年的时间 这位四十岁的山东大汉就哭了好几回鼻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林中卫的母亲患脑中风已经十年了 去年八月老母亲突然发病住院 林中卫的妻子为了不影响她工作 一直就没敢告诉她 林中卫一个多月之后才知道了这件事 她一方面特别担心母亲的病情 一方面又为自己没能及时尽孝心而自责 不能在母亲身边照顾着实让林中卫很揪心 而她能做的也只是听母亲的话 照顾好自己不让母亲担心 林中卫所在的山东青岛恒顺众生集团 在印尼东部的苏拉维西岛上投资建设了一个工业园区 为涅铁加工企业服务 眼下再过两个月林中卫就来印尼整整一年了 工地的仓库里小到一颗螺丝钉 大到一台起重机 在林中卫的精心管理下都是井井有条 不过她也遇到过难题 您看画面上这个就是林中卫仓库里的一个零件 它是用在车辆传动轴上面的一种接头 因为林中卫在中国国内时只接触过生产用的材料 对于车辆配件那是一点都不了解 而且这个配件是在印尼当地采购的 工地上大家都不了解这个东西的中文名准确应该叫什么 林中卫想了想 那就叫十字接头吧 时间长了 现在工地上的人都管这个配件叫十字接头 林中卫参与建设的这个工业园区 目前为当地提供了上千个就业岗位 要管理这么多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像林中卫说 和当地员工相处那可是有讲究的 比如说一些在咱们中国人看起来很随意的习惯 像这样用手指一下东西 或者无意间用手碰了一下别人的头 在印尼都会被认为是很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严重的甚至还可能引起纠纷 前几天有一个当地的那个吊车司机 他在那个工作当中 我们工作人员发现他可能有危险 喊停了 在国内的任何人喊停的情况下 你必须立刻停车 你要在这他就是不能接受 下来然后就是很生气 像这些雷区 林中卫平时都是默默地记在心里 时刻提醒着自己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林中卫工作的这个工业园区 您看这岛上的工地四周都是海 想必海鲜肯定是这个地方的家常便饭吧 不过林中卫说 对于这里的伙食 他的胃已经多次抗议了 然后来了以后呢 这一开始还有点新鲜感 他做的大鱼大肉 感觉很丰盛你知道 你觉得这很好啊这个饭 但是你吃了一节顿以后 你感觉哇这个 天天都人 天天就这个 也很难瞎眼 林中卫在这里长期水土不服 一旦遇到点特殊情况 他的胃反应就更加剧烈 你看这附近的很多路段都是这样 拐弯木角的土路 车走在上面是又颠又晃 据说出来这里的人 没有几个是不运车的 第一次去买菜啊 这个也不知道 结果在路上啊 那个跑了能有一个多小时 小时以后啊 那就吐得就不行 就哇哇的呢 那就是止不住 就吐啊 林中卫说 他参与建设的这个工业园 将在两年之后完工 虽然他十分想念自己的母亲 但是为了这个工业园的建设 他还是要坚守下去 三个月前 园区的电厂建设工程 刚刚举行了开工电机仪式 后续的配套设施建设 也都进展得非常顺利 我觉得前面的这个火没有白复苏 我们已经推着历练了 踏上这一面 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